第12题,12题13题是题主,甲乙丙三支试管中分别加入石凹酸不同浓度的盐酸水溶液,其PH值分别为2、3、5。 当三支试管中再加入表面机箱等的等质量每代时,会开始进行化学反应并产生气体,请回答12到13题。 第12题问我们说,请问此实验产生的气体应该是,这个是老师上课请同学背的酸的通信,活性大的金属,铁就是活性大的金属,加上锡酸,盐酸是锡酸,然后呢会产生氢气。 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,请问此实验产生的气体应该是,我们答案选的是BH2氢气。